您现正收听的是由谢涛播讲阿詹制作的听世界战国第七季统一天下 欢迎您关注谢涛的微博随时留意故事进展 在新浪微博上寻找谢涛微博 或加入听世界听友群群1 12130 6944群2 12130 6466 加入听世界与同好分享历史的精彩 听觉行走文化改善 听世界 艺人秦国公子 这里的艺不是演艺的艺 而是奇怪的那个艺 艺长的那个艺 这个名字大伙听起来略显陌生 不过不久之后艺人自我包装了一下 改名为紫楚 楚国的楚 不过紫楚这个名字好像也不太熟悉嘛 不要着急 在不久的将来以后 改名为紫楚的艺人 变成了秦庄相亡 这一下大家就觉得有点熟悉了吧 这还没算完呢 他还有一个大家更为熟悉的身份 他就是天下文明的秦始皇 嬴政的父亲 当然我们说这段故事的时候 秦始皇还没出生呢 艺人这位公子的出场 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奇货可居的成语 他是秦昭湘王的孙子 也就是秦昭湘王的儿子 安国君的儿子 可惜他是姨太太生的 地位很低 所以当需要派一个孙子 去做人质的时候 秦昭湘王和安国君 都不约而同的选中了他 反正他们的孙子儿子多的是 挑一个最不值钱的就对了 于是这个无关紧要的艺人 就来到赵国做人质了 在这种前提下 自然钱就不够用了 生活就很不开心了 至少是无人理睬 郁郁寡欢 这是必须的了 面对这样一个落魄的公子 吕不韦心里未必瞧得起 你想想 二十几岁的一个大老爷们 除去一个值得炫耀的出身 其他简直一无是处 这小子好歹算是秦国公子吧 看看落魄成什么样子 在秦国不招人待见 被发配来赵国当人质 换句话来说 那就是肉票了 紧接着 秦国人根本就不管这个肉票的死活 派重兵在长平围住了赵国几十万人 这算什么事啊 人质还在敌人手里呢 自己就开始攻打了 合着你家爷爷 是不是根本就没把你这个孙子当回事啊 不过放在平时 义人也不大看得起 吕不韦这种人 一个商人 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 仍然摆脱不了被人轻视的社会地位 一人就算再苦再穷 那也是个贵族啊 用多少钱你都换不来的上等身份呢 就这样 两千多年以前 身份地位截然不同 甚至互相看不起的两个人 在遥远的邯郸城里 不期而遇了 一个有钱 但没身份 没地位 一个有身份 有地位 却没钱 就像太极阴阳一样 双剑合臂 一定会产生无穷动力 这也正是吕不韦 打听到了一人的身世以后 哈哈大笑的原因了 于是大街上 吕不韦很客气地迎上去 和落魄的秦公子一人打招呼 一人也是非常礼节性地 和吕老板寒暄了几句 两个改变中国历史的人 第一次擦肩而过了 对于这一次会面 一人的印象不是十分深刻 如果真有的话 只能说是苦恼了 特别是看到了 有钱有势 无忧无虑的吕老板 贵族身份 没给自己带来什么幸福的生活 现在反而成了包袱 自己的亲爷爷 在长平之战 打破赵国人四十多万军队 这让一人天天心惊胆跳 指不定赵王哪天一生气 就把自己切吧切吧顿了吧 直接撕票当报复了 可这还没算完 看来自己的爷爷 生怕自己不死 继续挥师东进 包围了邯郸城 城外黑压压一片 都是自己祖国的军队 但是一人却把他们看成吃味亡粮 像魔鬼一样的可怕 只要他们有什么风吹草动 自己的身上就会抖个不停 一旦秦军破城 自己必死无疑 但是换个角度想想 又不能期盼赵国人获胜啊 这场仗如果赵国人打赢了 自己就更加不值钱了 矛盾当中 一人很清楚地感觉到 死神就在邯郸城上盘旋着 不是来纠缠赵国人 也不是来纠缠秦国人 就是来纠缠自己的 他的烦恼不仅仅为了赵国 也不仅仅为了秦国 更多的是为了自己 不过所幸的是 苦恼的并不止他一个 吕布韦吕老板也很郁闷 这个落魄的秦国公子 都死到临头了他 还跟自己装算 得瑟个什么呀 不就是有个贵族的身份证吗 除了这个 你还能干些什么 穷的连媳妇你都娶不起呀 可是牢骚过后 看看自己 吕布韦也忍不住自我嘲弄了 钱 钱有什么用啊 挣了一大把的金子 买吃买喝 吃饱喝足了 还不是一样受别人的白眼 被别人歧视 我靠自己的智慧 靠自己双手双脚 挣回来的钱 还不值钱了 我难道一辈子 就得活得这么憋屈吗 哎 假设能够改变 我受人歧视的身份 就算倾家荡产 吕某人我也认了 也就是在这一句话之后 千分之一秒的灵光闪现了 吕老板 豁然开朗 他回头望了一眼 还没有走远的这位 落魄的秦国公子 脑袋里一大笔买卖的 已经出来了 在他眼中 一人 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但凡是能被吕老板 玩弄于鼓掌之中的 通通称为 货物 而这位秦公子一人 恰恰就是千载难逢的 一件奇货 吕不韦一边走 一边点头 一边暗自说 此奇货可掘也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咱们的话题 才刚刚开始 大家最期待的新节目 谢涛有声历史剧 三国到明清 已经正式上线了 用超过四千级的体量 从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 一直讲到明清两代 承包未来您十年的历史学习 只需要搜索谢涛 听谢涛 三国到明清 等等等等关键词 或者点击谢涛听世界电台 都能找到 同时我们组建了 新节目专辑的VIP社群 在群里 我会与大家进行互动 各种福利优惠活动 都会最快在群里告知大家的 请扫码进入我们的VIP群吧 入群的二维码 就在本期节目的声音简介当中 可以保存二维码 再在微信上扫码入群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通过手动 添加文史小助手 添加时请备注加入VIP群 微信号码是文史这两个字的全拼 W-E-N-S-H-I 后面再加303 加了以后 他会拉您入群的 不过你懂的 加的人太多了 所以请务必耐心等待一下 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 在群里等着你了 要不咱们约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